习近平安 大家好 我們繼續對昨天的臉書 給你們辛苦 但是這個辛苦是有價值 我們人活在世上 能夠達到最有價值 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的後代 台灣高砂族有16個種族 我是泰兒族的 我們泰兒族的你好嗎 是老家宿 老家宿就是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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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來思考一個主題是 為什麼台灣人要出土地 因為台灣人本身不知道 什麼是台灣人 都混淆了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一般的台灣人 沒有食材 沒有人動自己的台灣人 一般台灣人說 我就是架槓的台灣人 什麼是架槓的台灣人 那有的人說 台灣原住民是架槓台灣人 我說是可以這麼說 但是沒有它的價值 因為本身高砂族原住民 沒有認同台灣自己的核心價值 而且活到那麼多年 經過了七十多年的歷史 都幾乎對自己的認同身份 很大的懷疑 這個很大的懷疑 一定是環境跟背景有關係 那這個原來是我們自己的土地 是滿有價值 但是在山上沒有什麼價值 在平地 不要說台北市 一般一坪二三十萬五六十萬 那些是平壽 但是在高砂族 一坪的土地 沒有算什麼 甚至一甲兩甲 都是十幾萬二十幾萬而已 一甲 但是背對不一樣 這就是混淆 那你們說高砂族是台灣的主人 自己沒有把它當作自己認同 是因為一般的台灣人 沙文族裔的情況之下造成的 什麼是沙文族裔 就是以自己的主體性 以自己的意識形態為主要 而不了解總體性的 也不了解怎麼去彼此包容 所以這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混淆 四十多年前 我們一批的高砂族到都市賺錢 那都市賺錢的時候 因為跟平地人產生誤解 是怎麼誤解 因為無了解 沒有了解就會產生誤解 誤解了會產生爭鬥 口角甚至 口角到什麼程度 殺來殺去 雖然沒有流血 但是那個恨 應萬底來的 所以我們四十幾年前 有那麼多的一批一批一批 原來很高興地說 聽說是都市什麼都可以玩 然後賺很多錢 但是到了快領到一個月的薪水的時候 因為跟平地年輕人在那邊爭吵 然後一批的高砂族 寧願不靈這一批牆 我要我們自己的尊嚴就回到山上 所以造成那麼多年的這樣的 後來是因為一般平地人說 煩那煩那 結果真的是煩那嗎 我的內人是西羅塞雷修家 那他跟我講說 真正的煩那就是 真煩那不是王子民 不是高砂族 是家地真煩 是好像自己為主的 那個才是真的煩 1923年 1923年 為什麼日本天皇進入到高砂的地方 把犯人名稱改為高砂高砂 是因為看到過去日本人看見 將近50年的時間 治理台灣 但是在這一段的時間 都是煩人煩人 但是還好這個太子呢 1923年來到台南台北 去巡視他所治理的台灣 結果一看到說 那個族群是什麼 怎麼跟你們一般的喉嚨人 或者是客家人都不一樣 跳舞啊跳到五金行 五辣 唱歌嘛 那樣大聲 那樣好甜的歌 結果他們說 這個就是你們稱的煩人 蛤 這個就是被我們稱的煩人 不行不行 這樣不可以 對高砂族沒有尊敬 所以從那時候就改為高砂族 就是高砂族 所以在我剛進來 2011年進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秘書長就早就跟我們談 他跟我講說 亞夫 我們來談一下這個原住民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呢 我們把它改為高砂族 那一般那時候我們將近有 八百多個高砂族 大概兩年當中就進入 我們的民政府將近七八百個 後來現在剩下大概沒有到一百個 因為那麼多年了 都是經濟上的問題 那他們也在等待 那我們跟秘書長討論 然後說那一般高砂族說 我們那麼辛苦 在1993年 1994年 1995年 從1988年的 原住民黃偶土地運動 跟國民黨爭鬥 抗議遊行 留邪事件都發生了 然後1993年 為了鄭民運動 在那裡抗議 抗議中華民國 西安娜丘罪萬 從犯人開始 高山人 高山主 然後又變成三地人 然後有三地三包 平地三包 那這樣說平地三包 那你四包 然後改為說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 然後原住民 然後又有平地原住民 那麼多的名稱 結果我們自己為了鄭民運動 像中華民國抗議說 我們要鄭民運動 我們自己喜歡的原住民 有人說 為什麼要改原住民 還是先住民 新住民都可以啊 三地人也可以啊 奇怪了 是不是你自己的身份 身份要改 還是要叫白人的身份要改 你應該自己要改啊 不是要叫人的名來改啊 你自己改 你自己的名稱 我們都沒有關係 那麼多的平地人說 為什麼要改 三地人 原住民 還有新住民 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在那邊 又在跟平地人爭鬥 你會改你的名字嗎 你自己的名字 別人可以改你的名字嗎 不可能啊 是你自己願意改 才算說 這是你自己改的 就像我們原住民 我們不要三地人 山地人 有那麼多的平地人 在那邊 在住在山上 然後為了跟財團掛鉤 然後把我們整個的農場 然後武林農場 然後像環山的武林農場 還接受寿山 百獸的武林農場 還有在南頭的平靜 那邊的一個農場 有那麼多個全台灣農場 都是財團法人在那邊掛鉤 然後那些不合格 不合法的民宿 都一間一間蓋的 很漂亮 但是都是違法 李正元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他去查 百分之九十都違法 那不曉得現在有沒有改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高砂族原住民沒有花架 所以你說他們是主人嗎 我覺得沒有那個價值 唯一能夠讓我們改變我們的身份 要讓台灣民進步 這樣好不好 就是要等我們台灣民政府 才可以完全改革 從我們今天的身份認同的問題 我們認為說一般台灣人 那台灣人 你看 真正的在美國按照國際戰爭法 真正的台灣人 是一個本土台灣人 所以他用英文說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根本的 真正的 價格的台灣人 那在台灣關係法 雖然今年四月就要進入到 四十多年 那台灣關係法的台灣人是 the people own Taiwan 這個the own Taiwan是指責中華民國治理當局 他是中國人 但也算台灣人 所以造成美國對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又被混淆了 所以我們也自己混淆了 外國人也混淆了 所以造成我們今天最大的困擾 因為你身份沒有認同 你混淆了 做什麼事情都不很順利 所以今天我們最大的一個使命 就是要讓我們抓住這個契機 那這個契機跟機會有一點不同 機會是可能在幾秒鐘 在一刹那當中 你就抓住了那個機會 或是在那一天你抓住了那個機會 或是改變你的觀念的 抓住那個機會 那是一刹那的 但是這個契機 也可以說在那一段時間可以改變 那算契機 但是整體來說的契機是 你整個的社會人群跟生命的命脈 生命共同體 你要怎麼去改變 然後你要把你自己整個的族群 進入到正常的狀態 那就是要找到契機 今天台灣 我們民政府 不要重掏中華民國的負責 因為它把機會 它把歷史改變 它把那個契機呢 改變為不是真實的台灣人 所以 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所以混淆到 一直到現在 連外國人 幾乎全球的人 要不要混淆說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因為看護照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人是中國 那中文講的是中華民國 那中華 你看 中國人很會玩文字遊戲 中華就是中國 中國就是中華 很簡單 中華民國就是簡稱叫做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簡稱中國 也是一樣 中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都不清楚 以前沒有這樣的觀念 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們的大家長 秘書長 從他的《新台灣論》兩本上下冊 寫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讀《新台灣論》 那因為我們只有上課 很短的時間 也說假如你累了 在那裡肚咕 肚咕過去就忘記了 每個人身體疲倦都會這樣 我也是會這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繼續讀《新台灣論》這一本書 因為這是我們的真正的寶 所以今天我們再回到 為什麼台灣人被混淆到現在 最根本就是誰是執政者 我們一般90%都不關心執政者 不關心整體的社會制度 不關心民族制度 不關心選舉制度 有啦 選舉是有關心的 都是會選 會賂 都是 你一千塊 我五千塊 你五千塊 我一萬塊 我們高砂族就是有這樣的碰到 所以很高興 只要每次選舉 高砂族都很高興 所以我們幾個部落的村長說 各位同胞啊 後面的門口不要關 前面的門口可以關 原來第二天就是殺豬拔毛 後面的水溝都是豬毛 原來已經殺過豬了 那是過去那一段的時間 常常有的事 而且在台灣山地的地區的交通方便 又不是很好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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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一坑洞 那一坑洞 但是到了選舉的時候 一下子輕溜溜 我很高興 那在平地的話 沒有多久就換掉 沒有多久就換掉 奇怪 那麼好的還要再換掉 因為聽說中華民國的體制 3%就可以放在你自己的口袋 在這個建設方面 3%你可以動用 那有的時候可以拿手機 這個動用 假如說你幾十億的話3%多少 很可觀 幾千萬3%多少也是可觀 那高砂祖也是一樣 那高山祖也是一樣 官議員代表啦 官議員代表啦 官議員啦 還是鄉政家鄉 鄉長都是一樣高高興興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選舉 你看他们一个月 一个月超多 在我们山上的乡长 大概八万到十万左右 那当然暗户不知道 透明化是这样 那但是一个月这样算 用十万来算的话 大概一年的话就一千两百万 还是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对不起 一百二十万 那但是他们你四年当中 一百二十万 四百八 对四百八十万一年的收入 那四百八十万 他们一年一次选举多少 乡长 有的已经进入到 在高沙族那边是 八百万到五百万 最少六百万 然后到一千多万 你看 你年花了一千多万 来 自己收入到四百八十万 这样有平定吗 这样有公平吗 有合理吗 那不要说高沙族了 全台湾你看 一个总统的几十亿啊 听说 马英九他们不晓得多少 听说也不知道 快到百亿 听人说了 我不敢确定 那像这样的每一个县市长 那更多 那这样算起来 你看 全部都花在那边 是怎样 为什么台湾真的是 台湾人真的很有钱 但是碰到选举 大家宁愿花 宁愿贿赂 宁愿在这个制度方面 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两句是民主自由 这是我们民主自由的一个 最好的表现 是不是这样 我们觉得说 这样没关系 那是印度的事 不是我们自己的事 所以我们都没有关心 真正的民主制度 在欧美来讲 他们非常清楚 假如你当了代表 我可以帮助你 或是民意代表 你出来的时候 我可以帮助你 但是你出来当选的时候 你非得要帮助我们 这社区 或是在各地方都需要 所以他们都互动的 互动当然就进展 发展正常 所以虽然有的 可能也有会选 也有了 但是不像 中华民国体制下 里面的台湾人 所以台湾人是因为 有中国人 你看 中国人才四分级 在台湾 两千三百万四分级 在台湾 能让台湾人都 明明茂茂的 四百万而已 能够就把我们台湾人 当作傻瓜样子 其实真正的 我可以说我们台湾人 真正的 我不晓得怎么去形容 因为无地嘛 无知嘛 当然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都无知 但是七八成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的 教育下的 所谓的民族制度下的 政治经济贸易整个政权 几乎都是他们 所以无论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 也是一样 你看在这个三年当中 我们在回顾现在的 他们不是要竞选民进党的候选人 赖清德跟蔡英文 蔡英文在三年当中 过去三年都不去做司法转型正义 等到现代才开始动用 也是为了酸故 所以造成自己分裂 我是自己在猜测 他们分裂的时候 是我们的机会 因为在他们困扰 然后中国进入的时候 也是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因为我们的架构都已经组织好了 只有等待美国的命令 只有等待美国亲自来占领我们台湾 实际上AIT的利益处长早就讲了 2005年陆海空早就已经进驻 美国在台协会的AIT了 其实我们秘书长早就讲过了 你看都一步一步的实现 今天我们理清 为什么我们要出头梯的一天 这是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每一个台湾民政府背了最好的历史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的契机 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今天给台湾民政府 不是只有台湾民政府 是应该献给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民跟我们的后代 这个才是关键性也是一个契机 也会改变了整个台湾人 我们才有机会 秘书长说 我们改变了台湾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改革我们整个台湾 然后我们执政了 我们才有机会贡献给其他的国家 因为本来经济都非常好 那经济今天虽然是中华民国一年收支预算都是两兆 那实际上秘书长说一兆就够了 那另外一兆我们就可以造福人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太多的几十万的公教人员 不合格的去删除 那非得要经过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考试 那也一样考试以后才合格成为公务人员 所以当然一定会有现在的公教人员 他们有自己的职位 当然执政以后他们也要行 也要考试 就是说再次训练 然后再次考试 那这样的话才合格的才可以进入我们的公教人员 这是我们将来政策 那我们回到是怎样台湾人有准 是怎样台湾人混乱到这个程度 因为无论是自己的身份认同 然后这个身份认同 连我们自己把中国人跟台湾人都混在一起 那其实我们也告诉台湾人 台湾人也不相信 而且现在你们 你们台湾民政府几个人在 大部分一百 一百 大概七八十趴 没有经历台湾民政府的研究 也没有参与台湾民政府的 整个的去学习训练 也没有知道整个台湾民政府的消息 然后就只有听说 所以台湾人就是风声 这些人说风声 我们高沙主说风声是会肚子痛的 你只要听别人的话 这个风声就会肚子痛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历史的文化 就像有一队年轻人 他们就到旅馆 结果认识他们的时候 你看那一队跑到旅馆了 冲啥 我不知道 那当然是以前是旅馆 现在是Motor 那原来这个年轻人是兄妹 那是要去看旅馆的爸爸在那边休息 所以他们没有去查证 就马上就红声说 他们是情侣 今天台湾人都不求证 不愿意查证 不愿意去研究 不愿意去花时间 都是红声 所以这样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台湾人就是 不止到现在 你没有去查证 中华民国的真实性 你没有去查证 台湾民政府的真实性 你更没有查证 什么是台湾民政府说 依靠的国际战争法 你没有去研究 旧心商和平条约 更没有去查看 马关条约 甚至于台湾关系法 那么多的国际条例 你都没有去考证 你就把它当作 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 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跟几个高杀主说 你没有亲自去看 然后你不知道要问的 你也没告诉我们 你不必那么辛苦 跑到中央好了 我们至少第一阶段 我们先讨论 你有问题 把他提出来 讲出来 我们大家谈 然后继续再训练 那这样的话 慢慢的就了解 什么是台湾民政府 那五一林事件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的秘书长五一林 在那个五一林被抓的时候 你看 哪里两三点 大概三点左右 那些新闻报道 马上报道 这个是破纪录 这个是破纪录 以前哪里有三天半夜 叫我把你叫一声 你看你看 台湾有新的新闻 别吵了 我会睡了 但是在过去历史没有这样 几乎都是 其实晚上有事件 第二天六七点才会 最大的新闻消息 对不对 但是我们秘书长和夫人被抓的时候 三晋半夜三四点就 马上就播报出来 我也看得一清二楚 你看 表示这个中华民国的检调单位 早就跟新闻媒体已经联络好了 才会有马上播报这个新闻 这样合理吗 那真的是没合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知道 分辨 那这些我们台湾人 就是一定要去查证 那我们特别进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任何你有什么疑问 你可以去问你的州长 总知事或者是总军首 那也可以问你说认识的同心 问几个问题 或者是每个礼拜天都有参会 都参加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看 今天台湾人就是没有正常的状态 既然没有正常的状态 我们这么去来看看 但在这个七十多年当中 这个状态我们如何去帮助 所以今天是来看说 一个机会也是我们让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为什么秘书长控告美国和控告中华民国 那美国是两次的被控告 那2006年10月24日第一次的控告 然后2015年2月28号第二次控告美国 然后再一次的控告中华民国 这些都是为了让台湾能够走出去 李登辉总统在 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因为他的秘书算特使 跟秘书长认识 然后他也问秘书长说 好像你是研究日本的国际战争法 你从这个战争法去研究 去研究看看是不是 是我们台湾出头天的一天 用那个战争法的劳度 还是方法来研究我们台湾人 是怎样我们台湾不能出去 没有参加 没有办法参加国际组织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秘书长 而且李登辉也告诉秘书长说 介绍一个何瑞元 那何瑞元的爸爸是白宫资料情报组的组长 所以就认识了 那我们也知道秘书长很辛苦 他用他的身高 他都将近他的身高的两倍 都是英文书 都是情报组他们提供给秘书长 因为我们秘书长造语非常好 所以英文造语他这样看了 才发现说差不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只有在家里吃便当 不出去一直研究研究 原来秘书长他有一个背景 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台湾 他是秘书长所写的 中国出讨这本书 那中国出讨这本书呢 秘书长在中国在创建学校 将近十年到十一年的时间 然后一系列的从国中高中这样 帮助中国人的年轻人 因为他认为说我们的祖国中国 我可以用教育来造就 因为秘书长他在高中建国中学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看书 都是非常新的书 只要考试都没有问题 他几乎都没有看书本 他就一次就听了一清二楚 但是那时候高中他就在玩股票 高中生就玩股票 然后他觉得说教育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就到 因为他们家族呢 有补习班 然后就拿了一笔 然后到中国那边开设学校 那在那边开设十年十一年以后呢 发现中共的公安人员说 诶 这个人是谁 到底是因为没有听过这个学校的名称 但是只要毕业的 都是有几个考上北大 清大 交通大学 难怪台湾也有清大 也有交通大学 就是从中国copy过来的 那他们就查查查 一查到台商台商 这个林志生博士 那他们就开始注意到他 所以他整个都要求 因为不要让台湾人自己建立到自己的王国 所以公安人员就挑剔 就专门抓毛病 其实没有毛病 他就偏偏给你 因为一个公安人员就 他挑毛病你就没有话讲了 只要他说什么不对 你得要去按照他们的法 不然的话就会加倍的赔偿 会加倍的惩罚 就这样一步一步 有的是被罚几万块的人民币 有一次也有十几万 二十几万 他们说那这样一步一步 这样消失的时候 那我们财产没有没有关系 生命要紧 连去公安或者是他们的法院 都是他们自己人在那边 等于说自己内通了 还是被罚 发现秘书长不对劲 所以刚好就抓住 公安人员就抓住 好 那就有四个公安人员去照顾秘书长 等于说把他的财产慢慢的没收 然后就在一个旅馆在那边 被公安人员在那边好像软禁的样子 然后一个月 两个月 软禁到两个月的时候 那剩下两个公安 就因为四个公安可能太多了 两个公安就够了 而且说很乖嘛 这个台上不会什么嘛 就一定是乖乖排的 所以每次去买东西 秘书长就告诉这个公安人员说 买Viru 买什么东西可以吃的 有时候给他们领用钱 一百块人民币 两百块人民币 所以他们就高兴说 哎哟 这个台上怎么那么好 到最后就三百块 五百块 他觉得秘书长就觉得说 他有预备心要逃亡了 最后就给他五百块 三百块 那公安人员说 太多了 那秘书长说 没关系 因为你也要照顾 你也有家人 那有一天呢 这两个公安觉得说 这个台上应该没问题 所以秘书长就请这两个公安去买Viru 去买Viru的时候 我们秘书长马上包东西 跑出来了 跑出来以后他坐计程车 然后包计程车 然后又晚上又再包计程车 然后又坐最好的旅馆 让那些公安找不到他 一直到上海 然后到上海的超多 也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这样跑到上海 他把那些的资产处理好 然后再回来到厦门 那厦门那个姨夫啊 蛤 你是台湾人 你是台湾人 投渡到台湾 我第一次听到 意思就说 你是台湾人 投渡到台湾 我第一次听到 因为一般台湾人怎么可能会偷渡台湾 没可能 结果他又花 秘书长就花了十几万的人民币 没关系 结果他就偷渡到金门 那偷渡到金门 他下船的时候就差不多水那么深度 快到腰部 那当然就脾血湿湿了 长裤也湿湿了 然后走走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的时候 那个金门四周围都是地雷 听说前一天有 他偷渡的人就爆炸地雷了 但是他没有 然后等到在那边停的时候 他就顶住那个铁柱 就这样走上天 就等于向上天祷告 假若我能活着回到台湾 我就后半辈的生平奉献给台湾 然后就星星闪烁在他的上面 他本来不知道 这个金门人他打电话给 秘书长打电话给他弟弟 然后弟弟就联络金门人 他们就找几个来找 是因为他们看到有闪烁闪烁的那个星星之光 才找到秘书长 所以他就发现说原来上天照顾他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刚好就听到李登辉说 你研究台湾这个能够走出去 是不是能够透过国际战争法 就开始到 一直到现在 你看 从2005年开始研究的时候 就然后他本来2006年左右的时间 不是进选高雄市长 他不是要进选高雄市长为目的 目的是要宣传台湾民政府 国际战争法的理念 所以陈菊为什么引了一千多票 好像高雄市长的时候 是因为秘书长他把2228票 2228很怪 2228票希望都转给陈菊 所以陈菊就赢了一千多票 才当选高雄市长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直把用国际战争法 来设置台湾民政府 走了国际战争法 才理清了台湾地位的问题 用旧经商和平条约 万国公法 马关条约 秘书长所研究出来的 来帮助台湾 进入到 唯一进入到国际地位 正常化就是必须要用战争法 这个条例 今天我们参与台湾民政府 真的是最大的荣耀 也是最大的荣幸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打拼 然后我们看见 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当中 我们也看到 其实太多不正常的状态 那中华台北跟台湾人又不一样 为什么不要用台湾都用中华台北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国际所承认的这个名称 中华台北 为什么 其实是中国台北 意思是说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今天下午听到一个同心大臣他解释说 我也没想过 但是想说 为什么高雄县市可以合并 然后台南县市可以合并 台中可以县市可以合并 桃园县市可以合并 偏偏台北县市不能合并 他们解释说 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 不能扩充它的领土 所以新北市是新北市 所以台北市就是台北市 因为流亡政府在台北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名称 那今天我们也继续看我们从台湾人受到不同的教育 无论是经贸文化政治族群 这个整个都是中华民国来一直压制职民教育我们 那今天我们一般的台湾人 连我们同心也可能会弄错 今天台湾人或是今天的台湾文化 今天台湾的教育 都是中华民国的教育 其实简单来讲不是台湾教育 是中华民国教育 任何事情都是中华民国 台湾就是要指我们等待 执政以后就是我们台湾政府 所以一般人的误解就是说 这个是台湾文化 这是我们台湾的 实际上都是中华民国 因为还是活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所以只要等到台湾 所以为什么美国最近非常的积极 从去年的台湾旅行法 台湾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然后加强保证印太保证 这样的法案经过参众院来讨论 而接纳通过 这是加强对台湾 那这个台湾政府是指我们将来要执政 将来要接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这个实际上就是针对我们 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为什么说大家都高兴 你看美国都在一直帮助 但是不同的声音 有的人特别中国国民党 就还是死赖的跟着中国一起配合 那实际上中华民国本身 本身这边的台湾人也不清楚 说你看给我们更大的 那这样是不是给中国更大的闹脾气 甚至又要绕中线了 又超过中线了 这些都是他们都加的 实际上都在恐吓我们台湾人 家宰无乱台湾民政府 还好我们有台湾民政府 我们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把这样的情形也告诉我们一般的台湾人 所以这个契机呢 我们也能够真的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 今天是一个你加入台湾民政府的契机 也是帮助我们后代台湾人的一个创造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 这个契机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时代 是一个代表我们人活在这个台湾人的空间 不是只有在一刹那高兴的好 欢喜的好 没有 我们还是要继续 让我们这个契机 在我们的时代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能够创建新的台湾的历史的真相 把台湾的历史真实来告诉我们台湾人 这是我们的契机 所以我们也期待 大家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在2016年4月28号 我们民政府报告一个好消息 美国法欧部国家安全署 正式批准台湾民政府为外国政府 为什么会称为外国政府 表示跟中华民国完全无关 第二个意思就是说 中华民国是流亡的 那真正将来要成为有主体性的一个政府 就是台湾民政府 第三个就是按照国际战争法 美国循着这样的国际战争法 来再次确定台湾民政府的存在 三年前 G7 G20 这个G7 G7 G7 有七个国家 就是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当中 最前线最大的工业国家 有七个国家 本来是苏俄 苏联也包括在里面 因为它已经侵占了一个另外的小岛 所以他们就排外 所以本来八个的七个大工业国家 成为七个 所以叫做G7 那这个G7个大工业国家 他们所讨论的整个的议题 然后就交给20个国家 这个G20 这个G20个国家 讨论后的时候 第二年所有联合国 会员国193个国家 就讨论G7跟20个国家所讨论的议题 循着这样的方向再继续讨论 甚至能够普遍在他们各个国家 哪一个适用的就按着 那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地方G7跟G20 然后 我们台湾政府有个logo 里面杂志 官方杂志就写了非常清楚 那我们是为了台湾人权的问题来奋斗 让我们所有的全球 能够承认台湾民政府是台湾政府 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有一句话 那边在G7那边有写说 台湾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 台湾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 所以简单的说 台湾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 很清楚台湾政府就是指台湾民政府 台湾人的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 所以已经认定了在那么大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官方杂志 不是随便的呢 中华民国的整个的logo也会进入吗 No 都没有 那进入到联合国会议会员国吗 没有 那参加联合国大会 然后参加联合国的各组小组 中华民国有参加吗 没有办法 你其实花了多少钱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代表 还有我们的秘书长夫人也参加了 也参加了瑞士的理事领袖最高会议 所以这一系列的把整个官方杂志 都能够进入到全球联合国的官方杂志 这是认定了台湾民政府的存在 也是因为很清楚是背后美国在帮助 因为美国在高等法院已经确定在2009年的时候很清楚 在四月甚至七月的时候很清楚说 在高等法院的判决有五项当中的一项 最后一项说你们被告的美国政府应该帮助原告者的台湾民政府的路线跟内容 去顺着这样的方向来帮助 那美国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吗 这几年美国都在帮助 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虽然说台湾政府身份证 那边没有写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那边写台湾政府身份证 那是因为已经确定将来 台湾民政府是这个名是过渡时期 等到执政的时候就台湾政府 那台湾政府 我们有台湾民政府的基金会 台湾政府的基金会的认证 是美国官方的认证的一个文书已经给我们 其实那是2013年早就已经给我们了 只不过秘书长这几个月才发给我们童心 因为让我们更清楚 原来秘书长带领我们台湾民政府是有进展的 一直前进的 没有停滞 虽然那么多人说诈骗集团 甚至于他们不相信 甚至于会透过国外的来施加压力 甚至于透过法官来抓我们的秘书长跟夫人 那甚至于也透过房东 我们这个地主阿弗拉尤先生 本来是跟我们配合的 因为可能是被检调单位游说了 然后就造成访告我们 但是很可怜 访告了本来是证人 到最后一定会被访告 因为已经很清楚 然后法官那边都清楚 我们有租金给阿弗拉房东 所以这些都有证据 所以没有话讲 因为谁叫他先告我们秘书长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说一亿三千万 这个我们自己 这些钱都是秘书长夫人本身自己 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自愿甘心乐意的奉献 乐捐 这个就是都有收据 所以也不是洗钱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的法官 检调单位 就施加压力 让台湾民政府散掉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否决了台湾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会包容 那些不认识的台湾人 不认识或者是已经放下 有的停顿的 曾经参加过台湾民政府的同心 我们也包容 除非他完全反抗 完全告我们台湾民政府 他的机会是另外的 所以真正不知道的 我们以前的同心 有认识的话 再邀请他们再加入 因为我们所走的路线是正确的 是按着国际战争法这样的期待 你看在这种情况 国际组织也 美国就真的是帮助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而且那边是台湾美军 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民政府 这个写得很清楚 然后在旅行法 本来要争取旅行法 因为美国人权律师说 不然的话就直接申请美国护照 就把它当作美国国民护照 不是公民 是美国国民护照 我们也可以得到 当然这个事要等待川普总统 确定才有这样的机会 你看有这样的机会 一个台湾人要拿到美国护照 要花几年 既就朗尼 贝尼 藏尼 那甚至要花500万 600万 800万 我想我们的钱费都很清楚 一定会 三年 最快三年 最快三年 那个就是要有一大笔了 你跟如果最像是美国公民 就是要满三年 就可以炒 你八个月拿到绿卡 然后 然后再来到了满三年 再开始炒公民 对 所以都是一段段也会要花时间 对 所以你看 我们只要执政了 我们美国护照 也可能会得到了 所以我们不必花前面那么多的花钱 我们就等待这个好消息 那今天我们继续看 虽然我们秘书长被抓了 但是现在交保回来 那四月的时候也要去开庭 那秘书长今天早上就跟我们讲说 我一定讲的更硬更爆料 因为原来有些检调单位是已经串共了 已经串几个控告秘书长的几个童心 他们有串联了 阿乌拉地主也被串联了 所以陶渊市政府或是几个单位 因为有串联 他们也在那边被串联 在那边等着惧怕 所以在那情况之下 秘书长就不客气的讲出来 因为应该时机到了 所以美国不只是帮助我们 也成立了国际公关公司 我们叫做GVC 这个美国国际公关公司是 我们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8日成立的 过三个月的时候成立国际公关公司 这个公司是为了我们台湾民政府而设立的 据说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帮助 因为里面也有CIA的 所以都是走了这样国际公关公司 你只要任何的单位 如果要跟美国的官方或是美国政府有接洽的话 你非得要经过国际公关公司 是美国政府认证的这个公司 才可以跟美国官方有接洽 所以美国就早就安排这样 所以我们每次去美国 必须要跟这个Near或是Sherry 就是代表国际公关公司的代表人 会接触 会问更多的问题 当然我们就也还是要花一点钱 所以我们每一位愿意乐业奉献的 乐捐的就帮助 因为几乎都要花 有时候一两百万一个月 真的花不少的钱 那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同性 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很积极的 除了准备接执政以外 那我们也帮助 我们尽力帮助我们台湾民政府的 真正的甘心乐意的乐捐 那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彼此共勉 来彼此参与 那另外除了国际公关公司以外 我们开了到美国开party 然后在examiner 在官方的观察家里面 我们也有三个单位当中 我们台湾政府也有主办单位之一 这个我们也要花钱 因为要接洽跟国际 还有美国政府官员接洽的机会 让他们知道说原来美国所给我们的这个 台湾民政府这样的组织呢 原来都在进行 那这一次是examiner 他专门报告杂志的一个专家作栏的 Michael Richardson 那他写了不少的文篇 特别是这一次22号到4月3号 这段时间也陪我们游行 台北州还有新竹州高雄州 那他也跟着一个七八十岁的一对夫妻 他们就高兴说 哇真的原来以为是中华民国是台湾的 他们就开始改变了观念说 真正为台湾付出牺牲的 就是你们这一批的台湾民政府 他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他至少一定会写三十篇 然后这个月或者是下个月 又有两三个记者来到台湾 这个是纽约时报 还有华盛顿邮报 他们的记者又会来 只要一登出去 把整个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状况讲出来 他们讲的不是随便假新闻 没清楚那个中华盟说假新闻 整个都是假新闻 而且说你看 无论是任何的党派的候选人 都是在那边假新闻 奇怪 中华民国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假新闻吗 我真的搞不懂 你看得懂吗 这些假新闻 为什么没有办法阻止 自己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发的 所以整个我们的重新改革 这个才是我们台湾人的希望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虽然我们的大家长秘书长 受五个多月的辛苦 其实不是只有五个月 从开始2005年2006年 然后进入到2008年 成立台湾民政府 然后挂牌在华盛顿地区 去挂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牌办公室 一直一路走来 都是真的是非常辛苦 所以真的奋斗革命 所以民事长说 我们都是革命先行者 那真的是革命 又不发一支枪 也不流血 只有笔干而已 那我们一定要更加把劲 那虽然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每一周都有继续游行文宣 甚至在每一年都到日本天皇去祝贺日本天皇 那当然现在就已经4月1号 已经他们正式的新的宪法 就是令和令和年已经改 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字了 是他们这次用日本的文化的字体 没有去参考中国文化了 那这个令和是他们日本自己定定的 那5月1号是真正的新天皇的就任 所以每年4月1号是日本政府会计年度的开始 也是学校读书的开始 都在每年的4月1号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清楚 因为日本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是日俗美战 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这样的状况 很多排定 在其实习近平也很清楚 他还没担任总书记的时候 2009年12月15号 他去见日本天皇 说我们中国有钱了 我们要买了台湾 那日本天皇说 我们所有的东西没有做买卖的 所以他只有15分钟 20分钟左右 就这样离开了 习近平就离开了 那为什么还偏偏说 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还偏偏说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一部分 因为台湾不知道嘛 台湾都胡说 我们以前有没有看过 以前有看过这个新闻吗 你还没加入台湾民政府 有吗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只有进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晚来熟悉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看清楚 原来我们有历史文件证明 都写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是有愤意 有福分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知道说 日本天皇是二元制的 日本的政府 日本天皇是 所有日本政府的土地都是属于日本天皇 就像英国天皇一样 都是英国女王的 那二元制就是说 纽西兰 澳洲 加拿大 英国 这个都是二元制 今天日本也是二元制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在究竟商和平条约 放弃日本政府放弃台湾澎湃澎湃 他那个放弃不是所有权的放弃 是管理权的放弃 那我们看英文的原来的字体 all title 他没有加s all right 也没有加s all claim a arrow arrow 是负数 clam 这些主词后面应该 负数后面的名词应该是 都要加s 但是都没有 这个就是表示 杜鲁门当时的美国总统 他们很清楚 所有权状还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所以他不会加s 在意大利方面的巴黎合约 他们有加s 所以意大利到最后就有独立建国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台湾独立 是因为我们是已经被属于日本天皇的领土了 所以今天会说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这样对吗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不对 所以因为台湾人不知道 台湾人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特别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他已经到这边逃难到台湾 他们认为说也是台湾人 你看都是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在1946年1月12号的时候 强迫我们的祖先或是年纪长辈的 归纳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所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那美国高党法院早就判决了 你们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stateless就是没有国籍 那既然没有国籍 那你们就好像别人所讲的孤儿 那实际上有的人说因为没有定位 其实早就定位就是日俗美国占领 日俗美战 这是我们整个法里的最终的地位 那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架构在那个地方 唯一还没有落实的就是 美国要亲自占领要宣布要结束 他委托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集团 受托关系要终止要结束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最大的目标 要结束中华民国的占领以后呢 我们才有执政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就等待美国要亲自宣布 那今天我们看见秘书长 已经抓住我们很清楚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就是在压制我们 让我们所有在整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的台湾人 非常可悲 所以秘书长就很清楚这样的地位 那唯一的地位就是要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虽然秘书长很辛苦的在牢里里面 他最感动 我们本来不知道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五个多月回来以后 他的儿子Brian 为什么说9.9 就是因为9.9公斤 所以他们9.9 这一天五月十号 一直到五个月以后 他的儿子体重还是9.9公斤 奇妙不奇妙 应该是孩子 那时候他非常震惊 非常的没有那么惧怕 很震惊的看爸爸妈妈被抓 但是他就不愿意睡觉 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受伤 但是一般人应该是更瘦 但是到了秘书长和夫人出狱回来以后 还是一样9.9公斤 所以我们本来不知道说 Brian 9.9 原来是这样的小插曲 那在这样的迫害当中 秘书长就很清楚 这几个都是受害者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人还是继续把我们的文宣 我们的各州的政府活动继续流传下去 不是因为被中华民国抓了我们秘书长而停滞 反而更活跃更加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这些清除说 原来流亡政府就是 简直是一个难民嘛 跑到台湾本来是一个难民 不合法的 违背的 然后来到这边 就当做主人来看 然后听说刚开始 进入到这个台湾 中华民国进入到台湾 所有的公教人员的时候 台湾人只有八个人的名额 进入公教人员 有将近有五百多个公教人员当中 有八个才是台湾人而已 那我们今天也听到洪英州大臣 他是国访三军大学 医学院和很多的名称 从那边毕业出来 那他也知道说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但是到最后才发现说 他本来是一个少校 中校 然后要进入到准将军的时候 他提早被退伍 提早被退伍 结果原来是一个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所以很多都是中国人 被他们南瓜过去 所有的好都是中国人 当时我们所称的外省人 所以我的姐夫是辽宁省 我们常常在那边辩论 不过到最后了 我们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 本来因为我姐夫也快九十岁 我不能太激他 结果他还是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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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你们台湾民政府好了 结果他也批评国民党 什么国民党 哎 姐夫 你也是国民党 我才不管呢 这样 他也知道说 原来现在的乱象 都是国民党造成的 那今天台湾人 还是那么多的国民党 然后他们还承认 国民党所承认的 一个中国的政策 是什么 一个中国就是 他们知道是九二共识 1992年他们 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 在讨论这个九二共识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共识 没有内容 所以本来说各自表述 但是今天 习大大习近平都很清楚 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没有别的 所以他们国民党说 他们不讲一国两制 他们讲说 中国就是这个 他们所称为的九二共识 所以在这个 跟本土台湾人就不一样的看法 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 秘书长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唯一要让 破坏台湾 我们台湾人的 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 一定要透过更多的 美国来早一点来干涉 美国来早一点介入我们 来能够亲自宣布 所以在还没有宣布之前 虽然2005年已经进驻 所以已经进驻就很清楚了 就是要预备改换朝代 那今天我们台湾人都在迷惘 这个选举的 刚刚所讲的事情 而不了解台湾民政府 按照国际法 战争法的一个条例 来遵循 来走这样的方向 那这个是新的AIT的处长 AIT讲得很清楚 他要跟我们也有一个 在美国的最高的官方 他讲了说 你们他跟那个喜乐岛的郭贝宏 他就问他说 你跟哪一个美国官员接触的时候 可以公同 这个喜乐岛的负责人 无话可说 因为真的没有跟美国官方讨论说 能不能公投 因为一旦公投 万一是台湾独立的话 这个就是台湾不允许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个李处长他 中国台湾都是很清楚 那在六月十四号的时候 就要进驻 甚至于真正的开幕 美国在台协会在内湖那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 已经一步一步的带领 美国在台协会 你们知道吗 有七甲左右的开 在设立内湖的AIT 那这个AIT不是只有美国在台协会 是里面可以住六千户的美国军人家眷 六千户 为什么在两三年前 你看高雄台北以外 增加了台中新竹 整个美国学校 越来越扩充 本来几间而已 一间就至少三四千位的学生 三四千位不少耶 所以他们就预备了 原来美军带他们的眷属 来到美国在台协会 六千户那一家 甚至无论在台南高雄台中 新竹台北 这些都会分散 他们就是要进驻台湾 这个早就美国一步一步已经在设定了 那表示说他就是要长久住进台湾 你们知道吗 AIT在内湖 美国向我们租几年 九十九年 再加九十九年 还可以再继续 意思就是说长久就是 台湾是我的 海外是海外未合并的领土 实际上就是海外合并的领土 那其实这两个都很接近 无论是海外未合并或是合并的 都是已经合乎美国的第一类型 就是在被占领的地方成为美国海外未合并的领土 所以台湾也是同样 所以他就长久在台湾 所以那些中共 习近平 中国台办 那些他们的主任 讲了那么多的话 这就是恐吓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 不晓得怎么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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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所以你们就是有这个 大家都有这样的使命 能够继续 所以我们已经清楚台湾民政府的存在 一般来讲 他们说殖民地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 从1937年日本天皇 华民化政策开始教育台湾人 一直到1945年4月1号 召告全球 台湾澎湖州列群岛 都是日本天皇 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 而且清朝大皇帝 是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 中华民国没有讲说永久 是只有割让而已 实际上是永久割让 所以永久割让就是神圣不可分割 就像我们人的身体 你不能说你的手这个太粗了 这个太短了 把它切断 还是要剥 没这样啦 你这个身体本来就是身体 除非真的是受伤了 那在整个神圣不可分割的时候 日本天皇早就从华民化开始 一直到1943年 1944年45年 开始把台湾的主权定立 那什么是台湾的主权 就是把台湾澎湖州列群岛的所有的主体性的主权的地位 纳入日本的民治宪法 所以你只要进入到民治宪法 而且昭告全球 这个就是主权已经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一般台湾人不知道啦 一般台湾人 连国际法学博士的台湾 所谓的台湾人 他们也没有好好去研究这样的事情 都会说 都用平时国际法 而没有用战争国际法 所以平时国际法就说 这个就是 台湾人就是已经住在长久 本来就是台湾人了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有决定台湾的前途 所以大家都喜欢说 这样公道 这样可以宣布 所以大家都混在一起 那你看 逃亡的人 霸占我们台湾的中国人 要跟他们一起选举 这样有合力吗 有合力吗 有合力吗 你看台湾人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就改革 今天我们的最大的使命 把这样的消息也告诉他们 所以在这个殖民地是 你还没有把主权纳入在你的母体 母国的时候 那殖民地可以用台湾或是当地人被占领的 可以来决定台湾当地人的前途 但是因为台湾澎湖早就在1945年 4月1号 已经纳入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主权就在那边 这样清楚吗 有清楚吗 没问题 好 这些都是 我们看看最近的状况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 我们看那个台湾民政府 是依照海牙第四公约 1907年的时候 还有日内瓦和平公约 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部分 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决 还有美国陆军野战的规章 这些都是战争法的惯例法 而不是一条一条的法律 那这个是从1830 1820年到1830年 当拿破仑时代的时候 他们在讨论的事件 因为之前你只要胜过占领地 你征服了那一块地 就成为你的土地 这是拿破仑时代之前的占地为王 就变成你的 但是拿破仑他们那一段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各国家的领袖说 这样不应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对那些强国 那几乎全世界都是他的 这样不公平 所以他们就开始 定定定这几个条约 认为在不合理的情况之下 用战争法来定定这个惯例法 所以1930年以后的拿破仑时代 你只要征服那一块地 不是你的 因为战争法两个铁则都很清楚 对不对 占领者不能移转主权 你占领这个地方 不能成为你的土地 你可以征服 你可以占领 但是你要保护他 当地被占领的人民的生命跟财产权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 但是你不能欺负当地的人民 严格说来也不能纳税 也不能叫他们来为你当兵 因为你本来就是 你们是对敌状态 被占领的输了 占领的人赢了 所以原来本来是敌对 对不对 那敌对怎么可以为那些敌人的国家 来这边效忠 然后做当阿比哥呢 今天中华民国就是这样 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集团 我们很清楚 逃亡到台湾 然后美国就接待委托蒋介石这个集团 我们暂时管理台湾 不是拥有台湾的领土 那既然你占领了 我就交给你了 但是按照战争法 要成立台湾平民政府 就是今天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那当时蒋介石有没有成立 没有成立 成立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就等于以前的台湾省政府 那台湾省政府 李登辉本来要废掉嘛 这个美国不赞同 你废掉的话就变成土地是你的了 台湾省本来就是台湾自己主体性的 是跟你不一样的体系啊 你是金门马祖是中国中华民国的 你看有没有看到金门马祖是哪一省 福建省 不是有一个马祖人大学的年轻人在哪一个国家 他看到护照了 要去签 在延续他读书的 好像是硕士学位的样子 他一看到是属于中国 他就告诉我不是中国 我是台湾的啊 我是中华民国的 这个大使馆说 你看你的护照 The Republic of China 是中国啊 中国啊 他就没有话讲 他就向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反应 外交部说 好好我试试看尽力为你争取 就无神无习 因为金门马祖是福建省的 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台湾是澎湖是被占领的 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他是台湾澎湖属于美国占领的海外为合并的土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更清楚说原来在这个战争法写得很清楚 第二个帖子就是说 逃亡者不能就地合法 逃亡的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不能就是啊 就像西藏逃亡到印度啊 逃亡到印度 他们有没有跟印度人一起选举 有没有跟印度去那边当公交人员 没有啦 那是你们是难民区呢 只有难民是美国来支持的那些经费 都帮助这些难民区呢 不是印度帮助呢 可能有乐捐大概也有了 但是不能参与所有印度国家的整个体证的公交人员的考试 没有 那今天中华民国逃亡到这边 不但霸占了 而且戒严全世界最长的第二个戒严时期38年 所以戒严时期马上就杀了 屠杀了228师 228大屠杀 屠杀了我们台湾精兵 不是像北队 五三族也是有了 所以整个都是这样的被虐待 然后美国又不出手 那美国他只是说 看看你们有没有出声音 大家都不出声音啊 那既然你们台湾人不出声音 美国当然就袖手旁观了 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他不愿意再射入 就像越南战争一样 就像北韩南韩战争一样 他不愿意再射入 除非你们台湾人自己出声音 自己反抗 但是那时候怎么反抗 只要你一讲话 刚刚刚 只要你被控告了 马上抓了 第二天没有看到人 这些就是非常很凄惨 我们执政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重新调查 这些应该都要 中华民国来赔偿 所以这些 中华民国很有钱 不是只有在台湾有钱 在国外 美国早就已经掌控 生计好多好多的钱 算不出来 巴拉圭 或者在其他的国家 都有他们的资产 那美国都一清二楚 所以为什么有人权赔偿 也是因为我们73年来 我们没有人权 所以人权律师的时候 可以要求 以前不知道 人权律师以后才告诉我们说 可以向中华民国人权赔偿 所以我们才有第二次的 在2015年2月28号 控告美国 你在1946 控告中华民国 你在1946年1月12号的时候 违法 已经违法了国籍法 你强迫台湾人民 纳入到中华民国国民 当着中华民国国籍 那又不是国家 那更是悲哀 所以这些都是人权受损 受损到的时候就可以赔偿 所以那时候才有这样的人权赔偿 当然我们会等待将来 我们会继续奋斗 那在 这些几个国家的 以为说这个是中华民国的 外交国家 都是小国家 才几万人口 然后有的是十几万 五六十万 甚至七八万 都是小国家 而且你必须要给他们钱 他们才可以支持你 那像这样的外交 你看蔡英文出去的时候 还是要花人民的钱 带了不是几千万 是带了几亿 你看这些都是实在实际上是多余的 所以这些都省了 然后我们的美国向我们租军事基地 都要给我们租金 所以将来我们执政不是没有钱 然后只要中国投资的超过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 全部都要删除 投资到台湾 投资到台湾百分之五十几 太多了 他们几百亿几亿再投资到台湾 太多了 那我们要重新调查 超过的就是 或是不合法的都要删除 因为你要 这是谁的地啊 不是中国的地啊 就像有那么多的台商到中国 设立那么多的工厂 然后把你没收到 你也没有话讲啊 台商也没有话讲啊 所以同样的来到台湾 任何投资的都要按照我们将来台湾民政府的规定 没有别的法治 所以这个都可以省了 然后黑道该枪毙就枪毙 官商勾结枪毙就枪毙 这个是应该的 然后把关的都要合法 这些我们都要靠着我们所有的同心做官员的时候 你可能是最前线的 所以真的我们要提心吊胆 不要像中华民国说得过且过 不要紧了 不要这样哦 不要到最后第一次编行的是 台湾民政府的同心 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看 让我们台湾民政府秘书长继续运作 你看这几个月都一直运行活动 表示所以一般台湾人说 奇怪 那个诈骗集团是怎么可以游行 那个诈骗集团 为什么警察还保护他们 所以现在中华民国的警察 北部以上的几乎都穿便服 都不敢穿制服 因为他们也担心 这些都是已经慢慢的自己的地位了 刚刚我所讲的 有三个单位我们开国际记者会 然后大家讨论这些工业方面的 我们台湾民政府就是主办单位之一 这也是我们参加了 在新闻报导的有一家是 在一天是在他们那一周来 来去开播 那一个礼拜一次就播给全美国 所以我们去访问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播过去 最后就看看 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大家长很清楚 虽然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架构 要按照国际战争法 然后美国也在帮助我们 进入到国际组织 也一步一步的实现出来 那有钱的当然就预备 可能你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参加国际出访 甚至去访认识美国官员 那我们很清楚 我们的大家长 唯一让美国提心吊胆的就是控告 任何的事件 争端的事件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争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 唯一就是要进入到司法程序 就像我们一家人或者是人与人之间 有土地纠纷的时候 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解决的事 要怎么办 第一个 第二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不能解决 没办法 最后还是要告法院 法院见 最后法院判决 那才是真正的司法程序 比较有正义的 比较有公平的 我说有比较 因为在中华民国的太多的不公义 太多的司法正义都没有去落实 但是我们按照欧美的 大部分都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秘书长就很清楚 唯一控告美国 唯一控告中华民国 才进入到司法程序 而且我们美国 对台湾的对口单位 就是台湾民政府 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 大家长 Rajolene秘书长 他是一个控告的主要人物 所以唯一的窗口 就是美国跟 秘书长来去对口单位 所以很清楚 秘书长讲的 给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 消息都实现 当然有的不能讲 因为有的事还是极机密的 所以还不是时候 到时候就会更清楚 这些都是很清楚 我们Rajolene Dr. Rajolene秘书长 找到更正确的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定有出头天的一天 那当然我也引用了有太人的一个名言 没有意向没有远见 人民就放肆 就是没有目标 没有整体性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那人民就会感觉到轻松 但是会放纵 所以我们也让我们得到 将来我们做执政的时候 我们每位当官员 我们必须要担任这个职务 一定要看准我们的使命 看准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为人民赐想 而不是为自己 所以要怎么去终止 就是控告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知道说 刚刚所讲的凯治外交 那今天台湾人很清楚 这是比较以前的资料 那我也没有删掉 我们再看一看一下 2016年到去年 台湾今年在国外的行片的记录 肯尼亚44名 亚伯尼亚78名 柬埔塞13名 西班牙200名 一共335名 2017年就总共了132名 去年总共了78名 所以总共至少545个人 这个是545个人 因为都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所以到最后 把所有这些年轻人 都送到中国大使馆 因为你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所以大家都无话可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原来那么严重 那我们就是要理清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状况 那在中华民国这样的整个贪图贪恋 希望让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 将来我们做官的时候 我们执政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清除我们的职位 那我们不是 只要临时将来做法官的话 不能成为恐龙法官 本来应该转型正义的 因为为了贿赂造成很多 没有办法转型正义 这就是中华民国一直用钱筛住 你们知道第一任的中华民国选举 总统选举你们知道吗 他就开始贿赂一个人五千块的 当时的钱 一个人他贿赂了 所以他当选了 第一任的总统已经贿赂 难怪一直贿赂到现在 所以我们就要警醒了 所以我们很清楚再复习一下 所以台湾人跟中国人 中华民国完全无关 所以台湾不是中华台北 也不是中国台北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也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台湾就是台湾 中国就是中国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都复习这样的事情 希望我们在整个的里面 虽然有很多的电视节目 政治经济在那边评论的 都有时候在玩弄我们台湾人 所以我们自己要分清楚 不要看太多 有的人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那边看 那这边情绪上的都来都去 应该要多看新台湾论 在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这个都是中华民国的所谓的总统 那他们应该算特首而不是总统 因为总统是国家身份的才可以被称为总统 所以台湾人自爽 反正中华民国被他们控制 薪水也是他们自己花的 他们自己做 然后内线交易 股票 都是他们自己在做的 仇佣也是他们自己在做的 本来已经没有希望的 结果已经腐败的 失败的竞选者 结果到最后仇佣者 不管是国民党 民进党 都是一样 柯批也是同样 都是仇佣者 就是为了下一届 他们能够继续填饱自己的肚子 所以这些都是为了中华民国 有一次陈水扁第二次联任的时候 我们也帮忙去帮他竞选 帮他助选 不是竞选 或跟他们无论是二二八的手牵手 或是第二任在那边选举的时候 他说 这样动算 给阿扁 来动算 总统这样好不好 高兴得要命 结果他说要改中华民国的宪法 也要改台湾这个中华民国的名称 然后我们制定自己台湾的宪法 那这种情况之下 最后有人问阿扁 阿扁 你不是说第二任要改吗 他说 我不当者就是不当者 下面意思 他已经在就职 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 他的誓词 誓约的持续 那边有句话说 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 就是一百零四条 就是叛乱 那叛乱是唯一死刑 那这样阿扁会不会改国号 那会不会改宪法 我没当者就是没当者 本来就是没当者 因为你是中华民国的 体制下 他都不敢讲 对啊 就是这样 谁都在骗这几个 就是家在乌兰地主定 我们鼓励一下 台湾民政府的大家长 也是鼓励大家 大家在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能够等待出头天的机会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对不起啊 谢谢